大家好,我是Gavin,我是Flexsoft的CMO,首席营销 Flexsoft这家公司成立于1998年,到现在已经走过了20多年 它是一家提供并研发商业软件管理系统的公司 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POS或者ERP 这家公司的成立的初期呢,我们的理想其实是想填补当年市场的一个空缺 因为在当年的市场呢,真正的电脑化商业系统其实并不普遍 而且价格也蛮高,以致很多商家还是着重于用手写开单的方式在经营他们的生意 那么我们当初的初衷呢,就是想通过为这些商家开发一套可负担 而且真正符合他们商业需求的系统,来让他们达到更好的生意效率 然后随着日子的过去,我们发现我们的客户也渐渐累积,渐渐增加 甚至涵盖了各行各业,包括医药业,制造业,零售业,批发和供应链有相关的行业 所以我们也产生了一个新的点子,就是我们想把我们所累积的商业知识 还有客户所分享的经验,结合成我们一套自己的产品 通过这套产品,我们可以更短时间的去帮助更多的商家 更有效率地达成他们的生意营运的效率,还有他们的目标 这套系统也就是今天大家所熟悉的Flexsoft POS和Flexsoft ERP Flexsoft身为一家做系统的公司,我们认为如果要企业把系统交给我们负责 企业对我们的信心和认可是非常重要 也因为我们拥有自己的研发团队,自己的服务团队和自己的咨询团队 再加上我们在市场20多年的经验,客户普遍给我们的评价就是 我们可以提供与其他Mass Market的Solution Provider不一样的真正的解决方案 当我们在面向顾客的时候,我们的团队可以更加深入去理解他们的挑战 他们想要的结果和他们愿意配合的策略 而我们这里的配合程度主要是在于系统的量身定做的程度 因为这是我们自家研发的系统 所以我们很乐意看到的成果就是客户执行了我们给予他的完整方案 他们达到了成果,我们也可以共同成长 所以与其说我们是一个系统,一个工具的供应商 不如说我们是一个愿意和客户一起成长 一起配合的方案提供者 在我们经营软件商业系统的20多年里面 我们其实面对过两次比较大的挑战时期 第一次就是大家所熟悉的马来西亚实行GST的时候 第二次呢,也就是大家更熟悉的MCO疫情期间 那么第一次呢,在GST实行之前 我们曾经面对大量的客户涌入 而他们对我们升级系统的要求 而我们公司的团队呢,也付出了大量的努力 尽全力去配合所有客户的要求 以其让他们达到可以顺利实行GST商业营运的模式 至于第二个挑战时期呢,就是MCO疫情的时期 在MCO疫情之下,其实我们面对许多客户 对我们的功能的要求 也就是说,他们希望我们有一个方案 可以在短时间以内 把他们的业务从线下转为线上 换句话说,其实这个功能 本来在我们的路线图里面是属于下一年的功能 但是我们了解到,我们看得到 零售商在疫情当下的迫切性的紧急性 因此我们觉得,如果我们有能力 能够协助他们渡过难关 用系统的功能帮助他们去面对疫情的挑战 其实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荣幸 因此我们的团队也锐于企业的工作 尽全力把线上线下整合的功能 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O2O,OMO,新零售的功能 整合进我们现有的版本里面 因此我们也算是成功帮助零售商在疫情之下 成功替他们专心 其实我觉得商业模式是要与时并近的 因为市场在变化,全球在变化,消费习惯也在变化 商家们不例外,我们做系统的当然也不例外 流程优化的各种功能 而且我们也看到其实大趋势在变化 我们必须跟着进步 所以我们这三年的路线图 其实我们觉得我们必须和商家一起成长 一起去兼顾现上现下的新零售模式 其实在我们系统供应商的角度呢 我们觉得新零售这个模式 用简单易懂的方法就是对商家来讲 它可以帮助到第一,当然是引流 第二,当然是我们所说的分散风险 第三个,其实就和成本有关系 我们可以控制成本 接下来当然第四个,对商家最重要的就是 提升他们的竞争力 增加他们的客户回投率 还有增加客户的Lifetime Value 就比如说,引流 就是说,当你有网站,有手机应用 和有门店的时候,这些网上的媒体 可以帮你引流 就是我们所熟悉的线上下单 人家取货,是一个引流的一个例子 然后再加上,如果客户在你的店里消费 商家也可以介绍,只有在线上有的优惠 去鼓励他们的会员,他们的客户 更多的回投消费 这个也是一个提升业绩的方式 第二个重点就是所谓的分散风险 举个例子,就好比说我是一家零售商 我拥有一百家门店 但是由于某个原因,比如疫情 我的门店无法营业 这个时候,假如我有一个 已经预先架设好的新零售模式 我也有了线上的销售渠道 这样子我就可以减少我的损失和 减少我的顾虑 因为我的门店无法营业 但是我的线上是乳场营业 这个无形中就把我的风险 平均分布在线上与线下 换言之,如果我的线上和线下 都可以互补互相提高业绩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 bonus 第三点呢,我们就讲到成本的控制 我举个例子,就好像我们说的 线上下单线下取货 这个是过去大家所熟悉的方法 但是如果我们讲到新零售 其实我们还可以说 顾客线上下单 商家甚至不需要在线下的门店 提供顾客取货的便利 它可以直接由厂家 直接把货物通过物流 直接送达顾客选择的地方 比如顾客的家里 这无形中也减低了商家存货和物流的成分 接下来第四点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它可以提升顾客的回头率和终身价值 也就是说,顾客在你的门店消费一次 但是后来,如果他想要再消费同样的产品 他无需再光顾你的门店 也可以通过你的线上渠道 比如你的网站或者你的手机应用程式 去继续在你的网店购买产品 一来,他成为了你回头的顾客 二来,你可以更长久的拥有这个顾客 在你的门店继续购买 这个就是他的回头率和终身价值的提升 所以在系统的角度来讲 我们觉得功能上 其实它是完善了一个一站式的 顾客的购买体验 所以我们相信通过我们对商家的了解 通过我们对消费市场的了解 其实顾客都很愿意和商家配合 去一起去经营这种模式 因为这种模式其实带给双方一个双赢的便利的一个效果 透过我们多年以来 与许多企业的接触 加上我们从企业身上学到的知识与经验 再加上我们见证到的许多企业的成功案例 我们发现在这些成功案例的背后 都有着深度的策略及有系统性的计划 所谓公寓三骑士避险利其期 因此我们相信 只要你有对的工具 对的系统 对的目标 你将能达到你想要的结果 大量材料 扭曲 Antwort ExoBytes Grow Your Business Online